在印度上个厕所 捡到一个亿却花不出去 还引来黑白两道同时追杀 阿丹是一名印刷厂的技术工人 每天早出晚归 领着微薄的工资养着自己的小家 因为自己姐姐生活困难 她经常要拿出部分工资给姐姐度日 弄得家里连白糖都买不起了 而对妻子的抱怨和儿子的需求 阿丹唯一的办法 也只是用尽嘴皮子哄着妻子 发工资的时候 带妻子儿子去吃点好吃的 一天凌晨 阿丹上夜班回家的路上那集 赶忙去公厕方便一下 离开时意外发现了一个行李箱 掉落时沉闷的声音 让本来已经疲倦不已的阿丹 顿时起了好奇心 打开一条缝观察 阿丹瞬间清醒 是钱满满一箱子的钱 在圈人四下无人发现后 他装模作样的喊了几声寻找施主 是谁的箱子啊 听着没人回应 阿丹赶快拉着行李箱 往家的方向走去 他要霸占这无人认领的钱财 沉重的行李箱 让强装镇定的阿丹 走起路来亮亮呛呛 一辆秃车经过 就想接单生意 心怀鬼胎的阿丹 只想偷偷摸摸的 最好谁也别注意到自己 直接拒绝了 可是他发现 如果像个瘸子一样 一路拖回去 更引人注目 于是还是上了车 帮忙搬运行李的秃秃车司机 也感受到了行李箱的重量 开玩笑地问 这里面该不会是尸体吧 为了不让司机怀疑 他仰装打电话 说自己只是过来旅游的 带了一箱子衣服 以此来打消司机的好奇心 阿丹甚至谨慎到 故意走错方向来误导司机 因为自己的妻子信神 阿丹知道 妻子肯定不会让阿丹留下这笔钱 正好自己的邻居出门办事了 将钥匙交给了阿丹 帮忙照看房子 阿丹决定 把这个巨款箱暂时放到邻居家 大喜难言的他 兴奋得一夜未眠 满脑子都是那个红色扁扁的长方体 第二天一早 妻子出门了 阿丹赶忙溜进邻居家 打开一看 满满的钞票 满满的干地 这个行李箱里居然有一个亿 看着满满的钞票 阿丹只觉得人生终于充实起来了 他在上面哭得像个累人 更像个怨妇 责怪这一箱子的钞票 你去哪了 我找了你半辈子了 就在阿丹锁上房门玩着钞票时 城市的另一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 这个让阿丹疯狂的行李箱 是司法部长用来行贿的 在送前的路上被一伙劫匪盯上 两伙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引来了警察 为了方便脱身 部长的手下只能将损坏的行李箱 藏在公厕旁边的杂物堆里 想着一个小时后回来拿 可谁知道 回去的时候已经不见了 部长当场扎毛 他不在乎一亿的钞票 他在乎的是里面一份 记录着他犯罪证据的文件 部长让手下全部出动 还找来了最专业的警方神探 因为握着警察的把柄 部长威逼利诱他 尽快找回行李箱 尤其是行李箱中 一份机密文件的安全 而匪徒这边因为没有得手 在得知部长一边 居然丢失了箱子后 三方开始在城市里 疯狂搜寻起来 而阿丹这边虽然一夜暴富 但这钱他是一分也没敢花呀 因为这些钱如果是干净的 那他就是盗窃 花了会被研判 如果是黑帮的黑钱 那他就是找死 花了怕是全村都要来他家吃饭 通过新闻报道 阿丹也知道了 钱就是黑帮的钱 还想再搏一把 看能不能留住钱的阿丹重返现场 发现几个警察正在调取监控 自己还被喊过去问话 吓得支支吾吾 然而交谈下却得知 摄像头早就损坏了 阿丹猛地松了一口气 即使是黑钱 他们找不到自己头上 那还怕什么 放行花就是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丹带着家人疯狂低消费 答应妻子孩子的事一件件做到 要什么买什么 房租交一个月不过瘾 那就交一年的 而告诉妻子的理由是 自己发了奖金 妻子也相信了 自己的生活也因为这个行李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不能让妻子察觉异常 这种低消费的生活 过了个把月 也才花了几万块 为了防止邻居突然回来 阿丹将这些钞票分开 藏在了家里各个隐蔽角落 就连厕所的水箱里都藏满了 想着不能再这样提心吊胆的阿丹 决定去买房 看着这些自己以前 只敢望一望的豪宅大别野 阿丹已经开始幻想以后的生活 然而对方却告知不收现金 自己只好分批存入银行 而此时警探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找到了当时托运阿丹的突突车司机 已经过了个把月 记不清长相的司机 没办法描述出阿丹的样貌 然而司机却记得 阿丹在付钱时掉落了一张银行卡 警探画出一面区域 挨个查银行最近的特殊人员 果然发现了大量存款的阿丹 妻子此时也发现了 家里存储的大量现金 就在夫妻俩争执着 钱是留着还是交给警察的时候 不知何时潜入房子的警探 帮他们做出了选择 阿丹只好交出了红色行李箱 并且把所有分开存放的钱 都放了回去 警探此时也看到了 司法部长说的那份 所谓的机密文件 自己反过来掌握了对方的把柄 他若有所思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阿丹还告知了警探 自己的工厂里也存着一部分 于是警探带着阿丹前往工厂 拖着皮箱的警探 被部长的手下和劫匪同时派到了 原来部长一直在派人监视他 而劫匪更是一直在跟踪 在部长打电话来询问警探进程时 警探则说 自己并没有拿到 但已经有了进展 看着证据确凿的照片 听着心怀鬼胎的话 部长有了打算 就在警探要杀掉阿丹灭口的时候 部长的人已经杀到 枪声此起彼伏你来我往 准头却是全程描边 各个所选 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的阿丹 只能在旁边瑟瑟发抖 警探自知寡不敌众 说自己把箱子藏了起来 威胁着要谈判 双方决定坐下来好好谈谈 刚坐下来 劫匪却冲了进来 三方爆发剧烈火拼 这次的枪法是真的准 因为在场的一个也没剩下 除了装死的阿丹 三方全部同归于尽 吓傻了的阿丹抖着腿 就准备回家过太平日子 却又一次受到了命运的眷顾 而且是双倍 看着周围真正的死境 阿丹愣了片刻 就像是第一次见到箱子般 轻声地问 这是谁的箱子 其实无论几次 阿丹都会选择带走 这个疯狂的旅行箱 因为在安眠与为钱担忧 奔波的忧虑生活中 很多人早已做了决定 但要记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义之财是祸非福 什么你不当君子 那在如今健全的社会法治下 我国有一不完善的刑法 可共军任意挑选 来吧 阿丹 阿丹